判官们,这是发生在河南省徽县市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也是号称徽县市最残忍的刑事案件 一名被拳网称之为玉北最美女保安,凭着多姿的身材和轮回凤柱的舞蹈 让他拳网坐拥70多万粉丝 榜一大哥更是为他豪制十数万元 不曾想就在他爆火后的第二个月,他竟被人在酒店内残忍杀害 那么案件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2021年11月2日,地点河南省徽县市 这天傍晚8点左右,家住长村镇的老太太左等又等不见儿媳赵某回家吃饭 打电话也是无人接听 这让他的公公婆婆心中顿时涌现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毕竟驾校离家也就3000米的路程 就算走路两个小时也能走到 他们怀疑赵某是不是出了交通事故 于是便循着其上下班的路找了过去 但一无所获,无奈之下,两人便只能回家继续等待 当晚10点多,其婆婆手机突然接到赵某的电话 但接通之后传来的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对方自称是长村镇派出所民警 说赵某在长村镇医院附近的国道旁遇害 婆婆一时只觉天旋地转 不明白是谁又为何要杀害自己的儿媳 据了解,赵某1988年出生于徽县市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 后英格人原因放弃了学业 早早地辍学打工 在此期间,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 但赵某全都蜿蜒谢绝 直到2008年,20岁的赵某在媒人的街上 下嫁到了隔壁的宰婆村 对于这份婚姻,赵某十分满意 因为这里距离自己娘家十分近 开车也就十几分钟 并且她的婆家十分阴湿 在村里开了好几家专药厂 在那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村里 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 婚后,赵某很快便给老公生了两个可爱的小棉王 公婆一家也对她很好 生完孩子后,赵某安心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 每天除了照顾两个孩子 在空余时间也会唱唱歌跳跳舞 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这种不用上班也不用重地的生活 让她看起来要比同村同龄的媳妇更显得年轻貌美 但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 时间一长就会让人厌烦 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 赵某每天都会去家对面的广场 带领村民们一起跳广场舞 而在跳舞这方面 赵某天赋十足 不仅对流行的广场舞艺学就会 还会根据音乐来即兴创作舞蹈 就这样 年轻貌美的赵某成为了村里的名人 许多代业大妈在茶余饭后 都会选择加入她的队伍来学习舞蹈 岁月如作 很快女儿就到了上初中的年纪 儿子也上了寄宿小学 于是 空闲下来的赵某去长村镇的某驾校 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2019年3月2日 赵某在抖音上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条视频 扎着马尾一身身色衣服的她在 宰坡村的篮球场上挥舞着长边 而这条视频看起来平平无奇 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因此没有受到什么关注 但其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地琢磨 好在她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在2020年6月27日 时隔一年后 赵某再次发布了一条视频 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次她身着保安制服 配合着张力十足的舞蹈 这种强烈的反差感吸引了大量粉丝观看点赞 也正是从这条视频开始 她似乎掌握了流量密码 在接下来的几条视频中 她都是大秀自己的身材 展示自己的舞姿 并把账号改名为预备女保安 2020年11月6日 赵某开启了人生的第一场直播 直播中 她除了聊天就是给粉丝们跳跳舞 也许是出于第一次有点紧张 她直播的时间并不长 不过在后来的直播中 她或许是去学了一些东西 或是背后有高人指点 她没有丝毫的紧张 甚至还把自己包装成了单身的形象 很快就有大哥 被她的风姿绰约迷的神魂颠倒 保时节 游艇 我见轮番上阵 出手阔绰的榜一大哥 自然也获得了赵某的青睐 渐渐的 赵某沉浸在其中无法自拔 他和打赏最多的几位大哥 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 可殊不知这一举动 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2021年11月2日 赵某发布了一条 在预备驾校的练车场 背对镜头 脚步轻盈地向远方走去 他右手拿着手机 边走边挥舞 仿佛是在向这个世界告别 当天晚上 赵某和榜一大哥相约见面 大哥直言不讳地表达了 想要和他交往的想法 可赵某早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只能拒绝了大哥 之后 大哥让赵某退还自己打赏的十几万元 却遭到了拒绝 眼见鸡飞蛋打 大哥瞬间怒上心头 自知被骗得他彻底疯狂 他掏出提前准备的尖刀 疯狂地朝赵某捅刺 就这样 赵某的年龄永远定格在了33岁 至此 案件真相大白